继续带领关心中国大陆爆发 首次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疫情 目前第一个死亡病例的感染途径还不清楚 而且今天在南京也传出人感染禽流感的案例 台湾疾管局今天在疫情周报会议上就指出 从三起病例发生的地点来看 病毒已经扩散 外界担心的人传人感染还没有被排除 中国大陆H7N9禽流感疫情 第一个发病案例 87岁的李老先生 没有动物接触时 他的两个儿子都感染肺炎 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外界担忧是否是人传人感染途径 台湾疾管局咨询专家 台大医师黄利明认为 虽然中共官方称 与案例接触的八十多位民众 都没有异常情况 但专家说 仍然无法排除人传人感染 而可以确认的是 疫情已经扩散 H7N9因为从来没有在人体上出现过 所以人类没有抗体 也没有快速筛减装备 至于抗病毒药物也备受议论 中国大陆它目前所对基因的检测的话 那发觉说 对于抗药性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这部分的基因并没有做改变 所以说这样子推测起来 是目前这些抗流感的药物 用我们目前所储备的 还是有效的 但是事实上的效果到怎么样的话 要实际用了 再评估才会知道 虽然疫情不寻常 疾管局强调 H7N9病毒的神经安酶基因仍然未突变 目前台湾已经储备 150万多份的锐勒沙 以及300多万份的客流感药物因应 明天将召开情流感专家咨询会议 讨论下一波防疫行动 新唐人亚特电视 郭云开城镇台湾台北报导